消防队员在菜园救人 老先生巡视菜园去倒在园子里 已久到场的时候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急救送医 现场路边还有一部电动代步车 老先生姓李今年73岁 他骑着代步车来 到了现场在徒步走入菜园 人倒在菜园里 虽然送医还是没能救回来 事发在23号下午苗栗院里 一处公墓旁边 老先生的菜园就在公墓旁 这里前一天发生杂草活警 被消防队员扑灭了 火灭了并未波及周遭 但是老先生担心菜园受到影响 23号下午独自一人 冒着十几度的低温外出 摔倒在菜园里不幸丧命 这波寒流来袭 苗栗有三件 非创伤性欧卡救护 全台超过150件 医师说天气寒冷 有三高疾病患者 尤其要特别注意 寒冷和温差都容易 让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引发心率不整等问题 本来就有三高的老人家 外出室 一定要注意保暖 红帽子 头套 围巾口罩 还有保暖衣服等等 都要准备好 还有动作一定要放慢 不可以突然间改变姿势 蹲在地上吞进起来 就很容易晕倒 老先生年纪大 又急着去看菜园的状况 可能又急又冷的情形下 血压升高倒地不起 TBS新闻幸福金无数评 苗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